这个狗头萝莉的事情警方通报了 没有事了 也上了细浪的热搜了 完了平息了 我也懒得在说啥了 这个是旁边一个应该是一个相片 我们看到镜头前的一个人 和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广东女性的这个女孩的这个特点 其实这个可能也是重度化妆的 如果再去了妆 也算是比较普通的一个 就是 就是大众嘛 大众的一个样子嘛 什么大家不要过度迷恋的一种幻觉 这个女孩子挺高的高手 就是可以善于制造某种幻觉 另外这个女孩子这个信仰 可能就是一种 一种肉身信仰吧 我把它称作 容易造成一些个混乱的问题 或者叫做这个 分杂的问题 假如说就是一个人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要男孩子们如醉如痴的这个外貌 那个责任不说一个问题吗 你以为美貌是对你的奖励啊 你又没想到美貌是对你的一个惩罚 你的灵魂配吗 当然我也不想批评这个女孩子 就说这么多吧 啊 啊 啊